先看看份量 又大碗 我认为龟龟龟虎 因为你却下来没有 现在这个时段是4.36分 已经排队排成这样 那么令人害怕 而且已经停止出飞 鱼肉是有咬口的 足够汁 我试了一件大骨 我试了一件大骨 鸡蛋吸入汤汁的味道 又有虾的味道 又有蔬菜的味道 非常鲜 这个值得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万福路 今晚就和老婆去喝茶 也不叫夜茶 咸茶 5点多 6点 回到文德浩那边 我们现在先在这儿逛逛 我想去前面吃糖水 现在这个时间 4点钟都未够 那些同学已经放学了 随着现在疫情放开 越来越多香港的观众 甚至海外观众 回到广州 对于以前的广州 他们当然熟悉了 但是究竟 你们 没有回到广州这几年 多了些什么好食物呢 除了我们经常去北京路 又或者西关的商圈以外 其实在这些商圈周边 亦多了很多 比较受欢迎的小食 餐厅 饭店 各种的 今集影片 我就会慢慢向大家介绍这些地方 当你们走完北京路以后 又或者未到北京路之前 究竟我可以去哪些地方呢 我现在就先带大家去吃糖水 其实未在疫情放开的时候 应该说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都去过文德路那里吃过糖水 不少次了 我都不怕开了名字了 好吃就真的好吃的 这个没法说 但是价钱就确实很惊人了 就是百花了 那么 很大人怕 14元碗绿豆沙 今天我们就不去那里 我们去另外一间试试 在我的左手边过来 就是北京南路 大概南关器院那个地方 万福路 在这个方向过去 就是德政路 一路走就会走到 德政北 这个地方过去就是越秀南路 有观众就问 如果回到来究竟住哪里 酒店比较好 其实在北京路 当然也有不少的 你不需要一定是住在北京路 比如说万福路 就在万福路 应该叫万福堂 教堂对面一间 新开的酒店都不错 不过大家要记住 因为现在 应该从明天开始 就是广交会交易会 那些酒店 价格是很惊人的 大家看看 看到吗 800多元 就是我刚才那间酒店 它是属于一间比较高档的便称酒店 如果你们知道七天 你们就明白 但它是漂亮很多的 但都未知到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如果去到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回到酒店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再便宜一点都可以 大概大家知道什么的理解 等到交易会过了 是你们回来旅游 一个不错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说 我有亲戚朋友在广州 可以在那里过夜 甚至乎你有物业在广州 当然不需要考虑这些了 我们去前边吃糖水 好了 经过不远 我们进入文德路了 在斜对面那里 就是以前的省部门 叫省图书馆 这里附近有几间甜品店 第一个斜对面的明记 如果天气很热 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 就是有这间游客之外 但价格一点都不便宜的白花 不要吃到豆沙 很贵 或者凤凰奶糊会好一点 再来再走前一点 我就想今天试一下玫瑰 这里就是白花 白花餐位也很多 当然它亦是很受游客欢迎的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老西瓜奶粉 其实出品也不错的 我们今天试试这里 义龟 好了 我坐下了 我叫了龟铃糕的加连奶 就是这样 12元一碗加连奶 跟大家试试餐牌吧 这里有很多料理的食物 杏仁豆腐 对不对 杏仁豆腐虫子 一听就知道好吃 再来这边还有凉粉 渣渣 绿豆沙 都是有的 当然价钱也不会很便宜的 先说清楚 但这里大多数都是附近老家康食盒 餐厅面积不算很大 再来左边大家试试 松子之茅糊 可惜现在天气太热了 否则我一定会吃松子之茅糊 先来看看份量 又大碗 我认为龟龟龟龟虎 因为你下年来无缘异的 份量是真够足的 足足有我们的饭碗 有没有饭碗 我试过一口 绿酸很苦 但是够金 它是苦在后面那一段 第一入口才能吃到绿奶的味道 一定要有这种啡色的 入了绿奶之后有点啡色才好吃 先试一口 嗯 这天开始热了 吃碗冰冰的龟龟龟 加些绿奶下去 很棒 绿奶也不会说很甜 我快点吃完 然后就往中山四路的方向过去 回合妻子去喝咸鱼餐 可以吗 大家看上去 最后那一口好吃 哇 它的绿奶很好吃 真不知怎样说 这些就是当地人要吃糖水的店 贵当然是贵一点 好吃 这些就是小朋友吃的 小朋友是喜欢的 好 我们继续走 再来 对面 是有个 这里 这里 有个卖豆浆的店铺 不过 早上漂亮很多 这个中数没必要买了 很好的 价钱好像不知三元 还是四元 很好的 但是到了这个中数 就不必了 再来还有 连锁面店里面 我极推崇这个 面身是够软 够软 如果有像我这样 不喜欢吃太硬的面 这个是不错的 看看价钱 鲜肉 先讲讲交通路线 这里是会涉及几个地铁站的 如果要来这里最近的 就是龙广鎖地铁站 我现在在走这条路就行了 如果我们要去天字码头 那你可以去到北京路地铁站 走过去大概5分钟左右 北京路地铁站也可以去北京路 譬如说高帝街的方向 再来还有一个是 公园前列站的最老牌 可能很多观众都知道 再来对面味鲜腸粉 原来装修得这么漂亮 下次可以试试 我最喜欢那些老字路 装修得很漂亮的那些 不单如此 还有这个也是 这个真的由小到大 百搭古 又装修得很漂亮 大展红图 还有这幅墙后边 应该是封住了 应该是前边 前边 这里 这个位置 如果你肯排队的话 就有葱油饼 老婆等着我 我就那边 过去看看也好 这里永远都有人排队 好吃就真的好吃 如果你在外面回来 刚好经过 可以等一等 其实这条人龙 大概都是10分钟左右 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像我们那样 我附近住的 我下次经过 我就是不会排队 但真的好吃 但真的好吃 荣春葱油饼 再来 这个桃园美食 食煲仔饭 也是很有名的 在门口煲 大家看到关了门 这么奇怪 记住这个时间 如果你们很喜欢 他们出品的话 他们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终于休息 真是交关 星期六日是直落的 做饮食业做到这样 真是厉害 可以不用直落 尤其是小食店 为素不多 我们继续行 这条街 该找好食物的地方 也差不多了 好像这种小食店 以前邪对面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大排档 在前面 没有了 上次我们经过西华路 多了很多新店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又是 又看到新店 连之前 这个位置是建策银行 我都记得 没有人卖 但是参加了餐厅 前面是卖鸡蛋撻 又有潮汕粉 多了很多奶茶店 再走前一点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熔港鎖地站 就是短短一条路 其实如果 在我们刚才吃糖水 继续往南行 还有几间老婆的粤菜餐厅 我就不再慢慢讲述了 今晚我约了老婆 喝茶吃饭 是13宗隔离的旁边 我们可能喝完茶之后 再带大家走下北京路 看看夜晚北京路是怎样的 有观众就会问 如果在刚才那里 走路过去北京路 远不远 不远的 有点像上几天 我们在一德路那里 买完菜 看完石室教堂之后 过去华夏大酒店吃饭的话 我们都是走路的 当然你坐地铁也可以 问题不大 但是这几个地铁站 是非常之近 而且在老城区 即使去到夏天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几个树荫 都不会太辛苦 反而如果你选坐地铁的话 去到上落班高峰期 超级多人的 好 我们快点走吧 我们就来这里喝茶了 落途轻五楼 我去过他们的分店 是在海珠中路 我去过一次 下午茶时段 两点到九点 四点八折 至于旁边的小凤刘顺德菜 我还没吃过 我们也喜欢喝茶 就去吧 现在这个时段 是四点三十六分 已经排队排成这样 这么多人害怕 而且已经停止出飞了 这就是他们的茶楼 面子都大 这边还有叔叔阿姨排队 怎么办呢 跟老婆商量一下 我先看看 三 起点用餐 A263 A26 起点用餐 实在夸张 没办法了 四点几钟 五点钟未够 已经咬成这样了 刚才看到前面有三十多张桌 因为我站在我家时 还没按摩托车时 飞都不派 后来按摩托车才开始派飞 派也没用 既然来到北京路 如果你像我们那样 没有地方吃饭 究竟怎么办呢 当然还有很多选择 你又不想对面吃碟腸粉 什么银技那些算 我们现在就去幸运楼 看看有没有位置 这里 非常简单 刚才我们从这条路过来 你一直走 沿着这里 走回来 这个位置 看到那些花蜜轮 弄得这么漂亮 在这里走过去 在我们右手边过去 就是北京路 在这里穿过北京路 我们继续往前走 藍色顶这个 就是去幸运楼的地方 非常幸运地 我们来到幸运楼 由于比较熟悉 所以知道这里又有饭吃的 所以各位观众 回到北京路 看我的频道 就知道去哪里找好东西 有时候 你知道那间餐厅便宜 知道那间餐厅是什么 去到没有位置 多几手选择 现在这个时间 差一点 九五点 大家看看厅 是吧 我看到极远处 有一位先生坐在这里 这里有两台客 就只剩下我们了 而且这里的大堂超级大 就算你再早一点来 四点半 我说餐厅这里未开始 完全不开始 他们工作人员还在休息 你就在外边坐下 坐好够钟才进去 尤其也是那句 到了夏天的时候 外边热热热 你是不想在外边走 这些地方 我和老婆来幸运楼 喝茶就喝得多了 吃饭又真的是第一次 除了结婚之外 也是第二次来这里吃饭 又来到眼花缭乱 独餐牌时间 先看看贵价 台缩牛粒牌 88元一位 应该不会来这里吃牛肉 味临鲜包拼芥末大厨 98元一位 这些是比较贵的 香橙黄金烟 68元一位 再来这里是刺身拼本 龙虾刺身各种都有 例如三文鱼刺身 一例188元 这些就不是我们的爱好 我们直接就跳到后边 这里就是一些小菜 比我 특별地前提前来 被制酱汁萝卜 20元一份 又或者青瓜卷 25元 继续来 再来就是一些烧味 例如烧味商品88元 物汁叉烧68元 与于平盘148元一例 有观众会说 价钱也很贵 其实不是的 幸运楼这里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第一坐得舒服 服务够好 还有食物其实又贵也又便宜 如果各位观众回来说 想现成奔客的话 其实来幸运楼是不错 除了饮茶以外 食饭也挺好的 刚才看完这贵 我们看些便宜的 就是这份 适时推介 简单来说 就是一些比较特价的菜式 下面这个 至尊烧鸥58元一份 我们应该会叫一份 就算你说不叫烧鸥 不喜欢吃烧鸥 罗定鱼腐杂菜煲48元 芥末爽肚腺78元 这些都是比较特价的小菜 十年陈皮盏炖肉汁 都是$28元一份 所以不会只有贵价菜 我们继续看看后面有什么食物 这个就是一些烧鸥菜式的原价 比如说 红葱头鸥鸥85元半只 线鸥198只 又或者是豉油鸥85元一只 即使我们最爱的鱼鸭 $48元一只 这里是炖汤的 比如说金汤佛跳墙 如果是一些亲朋好处来到 挺企丽的 继续回来 亦都是一些请客的菜 看上去多好 价钱也不会太弥补 2.1-2度 这些请客菜就只有这样 比如说 不顾海森扣包月298 刚才亦都看过 牛粒王 这些不是位上的 这是二三百是整份的 又或者炒冰花牛肉 比如说这个 作为一道第二道菜 这个也是不错的 甚至乎还有白香果味 它们的菜式 不会说很普通的菜式 甚至乎南乳炒牛变 38就是这些小菜 吉祥小炒 罗汉斋都是50多元左右 你说贵不贵 你和我们平时开的 西关专木结构屋 当然是贵点 很正常人 但是全部都是有 咖喱牛腩煲都是68元 这个吸引我 紫苏野山椒豆角蒸羊竹腸 厉害 多少钱 不贵 这些牛腩菜是68元 美极呃肠 68元 什么 老婆发现了这个 我们今晚就应该不会碰这个 但是呢 真的假设 富甲一方 四到六位用268元 这个好像整盘盘菜 整张桌子摆满 是吗 268元 还有粉吗 是呀 下面变着粉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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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有六个客人 一份 然后再加一份汤 也挺好的 继续看大餐牌 除了刚才那些港府菜以外 还有潮山菜 蒲洛 普林豆腐 各种都有的 价钱也是围绕 40多元 50元而已 到最后就看看煮食 这些就是点心 例如点心评判138元 如果也是现请分客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餐后甜品 有雷沙汤 以前经常有吃的 吃饭 现在就少了 这里也能够找得到 如果有长者生日 有人家生日 你带过来 也好企理 我们就一于吃个烧鵝 加个罗定豆腐杂菜煲 好吗? 是的 寿司拼盘也是98元一份 对吗? 好 第一个送上来的就是烧鵝 先试试吧 老婆试过 她说是脆皮的 我喜欢这一点 这个肉的骨盖 是整个蛋糕的口 我这些不喜欢 脆皮的人之外 让她先拉 首先 下面我忘记了 是有一个加热的炉 如果你说 邀请亲戚朋友来到 整台东西 慢慢吃的 其实有一个炉是会好些的 你说我们两个摸 当然没什么所谓 然后就点酸梅酱 它那些烧鵝皮是脆口的 下面中间的肥膏不算太多 因为有些烧鵝汁浸住 你吃到口是会更汁的 下面的肉是有咬口的 有咬口的 就够汁的 我试一件大骨 我试了很多 试一件大骨 这些我估计会更香厚一点 淡厚一点 再点 这些这么多 现在我学会了 不要点那么多 再配白饭 尤其这些菜式 它够大体 虽然价格便宜 但你不会说质量很差 它不用做到这么大盘 如果是宴请朋友 小聚 各种 真的挺好 你宁愿叫到两味菜 我是推崇这样的食法 而不是说一口 鸡一大盘 沾港鸡 或者扇鸡 两个多水 那些我真的不得了 而你这些 像我们那样叫菜 就对了 这个烧鵝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就是它的皮 很脆 刚才我夹了这部分 里面也不会很蓝 不会很咸 但没有很厉害 很厉害 烧鵝未吃完第二道菜 让我快点吃完烧鵝 还有两件 烧鵝虽然不多 数量不多 但是 胜在每一件 我吃了都好 每一件都吃得好 不会搭那些 头头尾尾 接下来 就试试这个汤拌饭 很过瘾 很像家常菜 而且我可以保证一定很健康 蛋是煎过的 煎过才等下去 有菜花 有番茄 还有蝦 这些菜式 就算叫小朋友来 都很合适 比叫辣菜 好得多 甚至乎那些年轻人不肯吃饭 用拌汤给他 他都肯吃 我就试一下 拌汤 还能吃到蔬菜的味 这个番茄味不算好 好像有点点鱼椒粉味 小一点的味道 有点点说 那样 嗯 还有草菇 好喝点汤 继续 试试一下蛋 我就等了少许 这个菜 这个菜挺好的 鲜蛋角 这些蛋 很吸引湯汁的味 又有蝦的味 又有蔬菜的味 非常鲜 最后一道点芯就来了 刚刚焗起叉烧酥 它下面是放一块桑叶的 不是放点芯纸 握上手 这个部位有点粒手 很正常的 然后不算很重 当然了 因为都等了多久 此其一等得久 第二 没错了 它看到我们吃完其他菜式才 它刚刚时间不是 师傅在那边盯着 这样一刻才拿出来 好像吃一个牛油 刚刚焗出来的牛油曲奇那种感觉 外皮有点牛油香味 最初我很担心我叫不要做这个 还要帮你换骨碟 我是怕里面叉烧很多 它不会太多 有时候多 不是一件好事 刚刚好 恰到好 这个好 平时我们喝茶都没有点这个 这个真的好吃 下次再来喝茶 又或者如果有观众 回到广州 我要请他吃饭 这个必点 35元 好像这里有点心 我不太记得了 值得 6块 我多吃一块 剩下的东西留给女儿 还有一个小时移民 桑叶其实可以吃的 我不吃 我不吃 不能吃 就会被观众笑我 不是 它是预备的 应该可以吃 因为它放在食物里面 它是放在食物下面 按道理是可以吃的 对不对 不吃 很粘 是 很粘 煲汤也可以 好了 我们吃饱饱了 最终买单 几千块 150多元 现在我们既然都来到北京路了 又带大家去走北京路 那边 原来刚才女儿给电话来 说她还没吃饭 想她们打包一个饭盒回去 我们现在就去前面东村饭局 买个饭盒给她 这里抵食 而且很难得在北京路 你会找到一个食饭盒的地方斩料 再来 就算你是游客也好 其实游客也有不错的选择 甚至有牛杂煲 你可以在这里打煲 你们看下 价钱真不贵 美美滋补套餐 23元一个饭 有什么 手撕鸡饭 又有叉烧饭 就算是最贵的 28元下面那个 清暖豉油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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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豉油鸡饭 28元 全部都配汤 汤衙上也写了什么 凉挂黄豆 肉粥沙心乳鸡汤 这就是女儿的饭盒 我们一吃到最后埋单才打电话 花了多少钱 19元 有个荷包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煎猪扒 黑椒猪扒 黑椒猪扒 19元 下面是垫着菜 还有碗饭 这碗饭一定吃不完 够大碗 够大碗 没有配汤 19元 加汤 5元 4元 4元 有碗汤 对 如果我们不是要打包 拿回去 不要冻掉 就要碗汤 不要老 拿回去 终于有机会 就带大家看一下 星期五晚的北京路 刚才老婆过来的时候 她是经过这里过来的 她说超级热闹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 上次来的时候 还未开始广交会 现在广交会 刚才看到了 很多洋人 准备买个啤酒 享受 至于这里 通往大南路方向 已经摆满那些 黄上皇 炸鸡 炸鸡 炸鸡腿 烧鸡翼 那些店铺 就好像 我们在走花街 那种感觉 至于 将镜头转过来 这边 就会通往西湖路的方向 真真正正步行街 现在这个时间 六点三十七分 大家看看 热闹 又不像平时 再夸张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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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各位观众 吃完你的美丽晚饭之后 就得合时间 今天终于见到大佛寺开灯了 过来拍张照也好 遮住 即使不是交易会 大家都可以见到 其实是很多游客 来广州玩 而且很多人 不戴口罩 看到很多人不戴口罩 又去好食物 天气又不会冰 天气又不会冰 又有奶茶喝 到处都有 我们沿着这个路 继续走 趁热闹 这个美食嘉年华 跟以往一样 找一些皇上皇 过来摆一摆 有些人气罪下 都是好事 我不喜欢 人家外省来到广州 是喜欢这些 这是正常的 买回一些广州手信 皇上皇回去 忍着听到前面 好像还在这儿 还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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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私 继续还在这儿 甚至乎 卖彩票这些 又继续都有 是吧 这些水果又有 真是易闹 不知我们今晚的推介 大家对不对 这个北京路是可以有很多选格的 之前的影片都跟大家讲过的 如果你说喜欢一些小食类的 那就过去维福东路 如果你说喜欢喝茶吃饭 好像刚才那些 那些 你就去幸运楼 幸运楼 幸运楼是性价比极高的 坐得又舒服 如果你说喜欢一些老字号 就在这里 聚保雨甲 这些都可以 这些味道 没错 再来 如果你说 我都要喝茶 这个也是不错的 大哥 刚才那里没有位 是 现在还在这些位置 被人坐着吃东西 还是宣传推广 明天正式港家会 他要整理这些 来推广广州 已经满座 原来这个美食节是啤酒赞助的 再来这里 这里可能我们未必进去 入不进去看看 这些是广药出的 这样都可以 是的 这两罐啤酒 有一个狮子在上面 蓝色的 这是广药生产的啤酒 看看有什么东西 这里卖小龙虾 卖小龙虾 卖小龙虾 旁边这个是榴莲 芝士榴莲饼 38元一份 多少钱 多少钱 美食节当然是这样的 美食节当然是这样的 小龙虾 是的 那些已经58元 人家要付钱 再来这里是 卖榴莲和椰子 我这里榴莲 直接在里面包的 直接在里面包的 榴莲芝士病 很厉害 好 那我们再轻轻走回家 因为再晚 女儿肚饿了 去往事热闹的 维福东路 时至今日更为热闹 继续卖这些 烤羊肉串 跟着对面 这个吃牛杂煲的门口 全部藏满人的 超恐怖 还有墨鱼腿 永远都是这些 酒店 还有牛肝 如果你说 观众应该就 趕不及回来吃这些 我回来 我推荐过9千多次 这两家 这两家 香港观众应该 比较喜欢 非常好 希望大家可以 我送给你 我送给你 看我 你 咱们 想要 我 我 你 可以 我 你 你 怎么 我 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